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结婚线 这个通常感情比较丰富的首相 他的结婚线清晰明朗 而且呈水平延伸 左右手各一条 表示拥有非常美满的婚姻 那么结婚线出现多条 并且深浅不一 但是有一条非常的清晰比较长 那么这种首相表示 感情也是非常的丰富 可以得到众人的爱慕 但是又有令人羡慕的婚姻生活 这就是一个多面手 多面手 就是既能维持婚姻 但是又有很多人喜欢它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特点 就是多条结婚线 但是其中有一条特别长 有很多条 其他的比如三条 其中有两条比较短 比较短 有一条非常的长 就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两条 但是它把这个小指 把这个小指的根部 小指根部跟感情线之间 分成三等份 非常的平均 那么这种是很容易出现一些 出轨 或者是甚至离婚 再婚 就是再度做新郎 等等这种情况 因为你两条主线 都走得非常的平行 而且这个距离也是差不多 所以说你分不清主次 婚姻当中肯定是 自己老公是最大嘛 对不对 就是自己老公也是最大嘛 对吧 其他的有一些情人 那什么的 你就 有些 多的话 最好是不要 就是有一条就够了 如果是多条的话 一定是有一条非常的深长 那么你就是在婚姻方面还是占主要的位置 如果是两条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这个距离相等的话 你就分不清主次 你就很容易出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再婚的情况 好了 再看一下这个 小指 小指越长 子女越有福气 这个是通常说了很多遍的 老年呢 是想轻浮 整个首相当中是龙长虎短 龙虎相配 一生啊 非常的富贵 感情线呢 直没有分叉 感情非常的美满幸福 三角令奇文 这个之前讲过的 这是首有三角穷不过五之说 那个就是说的意思 就是说手上有三角纹路 并且密封比较严格的话 那你这个整个世世代代呢 不会穷过五代 当然这个说的是 以前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时代 那么现在就是说 说明这个 首有三角可能就在你这一代就富起来了 顶多穷两代 到了第三代就富起来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三角纹呢 这种是同时呢 是非常有这个极强的这种号召力和管理能力的 三角令奇文吧 以前这个打仗用的 行军用的这个 发号司令用的这个旗帜 三角令奇文 那就是这个 有说明你这个人有号召力和管理能力 就这个意思 这个小纸外翻 小纸外翻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小纸靠近无名指 那么这个呢 是相反 外翻 往朝外走 注定是离婚之人 目前这个首相的一些 这个女主人呢 是这个私营的女老板 但是实际上原主是 10年结婚 15年离婚 至今是单身 这个是这个小纸啊 这个外翻的一种情况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这个首相啊 面相啊 八字啊 这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